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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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灰亲两个皇帝也被俘虏 被人当羊一样牵着走 真正意义上的投降绝不是跪下这么简单 由于长时间的被压抑 女真金骨的将领们一个个心里扭曲 对待这些弱者 他们只想用侮辱和欺负的办法找回平衡 胜利也不仅仅就是一个牵阳礼 他们对宋进行了大肆掠夺 抢钱 抢地 抢云 留下千载万事骂名的绝不是我金乌珠 还是你这两位皇帝 据史料记载 靖康之乱时期 女真金人的贪得无厌 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估计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宋也就这样灭亡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女真金国的将领们突然决定撤兵北环 女真金国撤兵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他们抢了那么多财宝和女人 急于运回老家去享受 第二 女真金国也是新兴国家 国内政局并不稳定 西单人不甘心做王国奴 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复国 更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是草原上兴起的游牧军团 时刻威胁着金国的北方边境 一个让女真金国闻风丧胆的名字 是金乌珠的天敌 是女真金国的噩梦